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大家也不想听我们这些咖啡小白多说了 还是让我们这次工作坊的指导老师来给大家仔细讲解吧 Let's go 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instructor 大家好 我是伟伦 我是Ogust 所以我们的workshop呢首先就会从我们Esharker给我们介绍不同种类的咖啡都开始 接着他们就会从头到尾的教我们一步一步如何选择做一杯咖啡以及咖啡 对 来 首先咖啡有三大品种哦 就是有Arabica Robusta Libreica Arabica你们听过吗 听过听过听过 对啊 其实比较普遍咖啡 它是达了世界上70%的productions 然后咖啡你们也听过Robusta吗 比较少听到咖啡 对 其实 Robusta跟Arabica的差别就是 Arabica会比较 它感觉比较好 然后可是它比较难种 是难照顾 然后Robusta其实是比较便宜 比较普遍咖啡 我们弄Nest咖啡啊 但Arabica是好像比较特别一点 像咖啡我们会收拾Arabica的比较好的多种 它价钱比较高 因为它比较难照顾嘛 但是它的味道那些 就是它的风味会比较好哦 也许Robusta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品种 是Libreica 它是很少见的品种 但是它是在 它在马来西亚是有种子的盖子 所以这个比较少见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 它们的形状 全部大小都不一样 所以它们三个的味道 比较很大的差别 就是OK Arabica就是味道会比较好 比较有风味的咯 然后Robusta会比较重 就是会比较有质 像我们的喝咖啡的时候 就是很冬很苦果味 所以这是它的特别啦 然后Arabica就会比较 有些会比较酸 比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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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好的咖啡 那Libreica来讲就是 它是比较有特色一点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啊 所以你们有机会可以试一下咯 嗯 然后Next 我们会讲的就是 烘焙粉术 就是Rosting degrees 然后我们可以看 各东西青色 就是咖啡豆 从它的Cherry里面 放下来 Rosting over process 过后 它其实是青色 它不是黑色 然后就是它会比较 像青草味这样啊 草味道这样 然后它怎样会有 Coffy的味道 所以是after它们Rosting过后 and then咯 我们也有三种Rosting degrees Light Rose Medium Rose 跟Dub Rose 就是浅肥 中甜跟深肥 浅肥来讲咧 就是 你看它的颜色咯 就是没有亮黑咯 可能先看得住 它是浅色 and then代表什么 它的酸性 会比较高 它保留的风味会比较好 就是每个不同品种搭配 它会有不同的characteristic 对 然后Medium Rose来讲 它就会比较Balanced一点 就是它acidity没有这样高 就是酸度没有这样高 就是酸度没有这样高 风味也是可以保留的 一点 一点 然后它还有就是Body 就是这样我们 它重不重 它搞不搞 然后你看Rose Coffee来讲 它的Body会比较高 就很重啊 因为我们烹到很黑了 OK 所以它重了 可是它就没有酸味咯 然后它风味也没有 因为它只剩那些 好像比较Rosting的味道 所以它只有不同的Degree Spot 因为我们要飞起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众来讲 会比较 比如说Medium到达Rosting 这样子哦 因为比较人比较喜欢 Rosting coffee 然后也不会太酸 对 所以 我们会看 它的磨度 就是我们叫Grass Size 就是每一种咖啡 我们在不同套的方式 我们会用不同的Degree Size 我们先从这边开始讲哦 这边是Extra Fine 就是很细 我们摸得很细 你可以就看到 它是细到好像粉的 这种哦 就是我们拿来做Dirty Coffee 然后After that Fine 这个稍微小一点点 就可以知道你开始摸到有点可力了 OK 这个是我们用for Espresso 就是等下我要做 就是需要用它Extra Fine 就叫我的Extra Fine Size Medium来讲哦 它开始有 觉得很细 慢慢细 这就是拿做for coffee 就是gave coffee 它没用机器的 它是用一个瘤子 然后你把咖啡粉发上面 用了水 然后After that 太粗一点 这个是Extra Fine Size 然后是不是更粗一点 这个是 它是泡疗 然后它有一个特别一样 它是泡疗 你也看到它们要稍微压 它很细的 它很细的 最初最初的这个是Core Blue Core Blue Core Blue 是冷水 对冷水咖啡 Core Blue就是你用冷水 正在它过夜 藏在雪楼里面这样子 所以你是慢慢在它里面 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先看下咖啡粉来 就是咖啡粉 就是 像我们讲的 每个咖啡粉里面是全部 它自己人才可以洗 我们有去懂哦 然后 全部都是Airena 它们来自不一样的 所以不一样的 妆 所以它们 你可以看下的视频 所以它们的风味 就是 Core Blue 因为它比较偏酸一点 然后它会有 咖啡粉 就是好像 你会喝到 这样的香蕉味道 所以它不是讲 真的是 Core Blue 所以它不是讲 这样子哦 然后等一下 我们就会抹完去 咖啡粉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会抹完去 咖啡粉 首先先把咖啡豆淹磨成粉 制作为一杯咖啡拿铁 所需的咖啡粉的分量 大约就是20克 第二步就是把我们的咖啡粉压平压实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要用 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支撑着压粉器 就能把我们的咖啡粉压得更均匀 这个步骤主要就是为了要确保 我们在萃取浓缩咖啡时的水和咖啡粉 可以更均匀的融合在一起 接着就到了我们的第三步 也就是萃取浓缩咖啡 首先呢 我们先把构力器的手柄 往右边卡稳 确认卡紧之后呢 就可以把我们的咖啡杯 放在过去的底下摆震 以确保咖啡液不会流露出来 并把咖啡机的把手轻轻往上推 然后再静待个20-30秒 就可以把把手拉下来了 第四步就到了打奶泡啦 首先我们先把蒸汽嘴 往杯中牛奶的9点钟方向摆好之后 打开蒸汽 一直到牛奶变温就行了 最后一步就是把我们打好的奶泡 和测试好的浓缩咖啡 混合在一起 这一步最重要的就是 走步需要放轻松 才能拉出好看的咖啡拉花 整个过程就是很紧张 因为我很怕这个咖啡会倒出来 一开始晃动过滤器是为了不要让咖啡粉堆积在一起 可以选择轻轻的敲打几下 测试浓缩咖啡时 会在杯子底下放一个秤 当浓缩咖啡低至26克左右就可以拉下把手 等剩余的咖啡慢慢滴至一生时刻 打奶泡时蒸汽绝不能离杯底太近 倾斜45度是最容易达出完美奶泡的位置 打完奶泡时如果发现气泡太多的话 可以将拉花杯轻轻的在桌面上敲打 因为太多的气泡会影响拉花的美观 最后还是要注意的就是 在缩尾的时候 记得要把拉花杯往上拉高哦 首先 过滤器在接咖啡粉的时候 是需要用手扶着把柄的 千万不要像我一开始那样差点就放手了 接好咖啡粉后 用手简单扶平表面 这样一来待会压粉的时候 就不会把咖啡粉弄得到处都是啦 压粉的时候是不需要像我用这么大力的 只要压粉后 确认压粉系在咖啡粉上是平的就可以了 再来过滤器的手柄是需要先往左边8点钟方向摆 才能放进咖啡机哦 由于身高问题我是看不见杯中牛奶的状态的 而为了更好的观察奶泡的打发程度 我也只能往小灯子上站啦 一动蒸汁嘴的时候 切记一定要拿着有香蕉的部分 要不然肯定会被烫上 等奶泡的时候用手感受拉花杯的温度 要注意牛奶的温度不能太热哦 好那刚才我们三位主持人都大概学会了基本的拉花技巧 那现在就到了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什么环节 就是比赛拉花环节 对 就是我们三位就是要自己拉花 然后再给我们的instructor点评给我们 你等了吗 有吗需要吗 准备好了吗 现在开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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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呢 在我们面前这三杯咖啡 就是刚刚我们自己独立完成的拉花作品啦 那现在我们就来请我们的刚刚二位就是infractor 我们来做的选择 所以我们从这杯开始先咯 这杯开始其实看得出它拉花都做得蛮完整的 它也对称 然后指甲它收尾那边可能没有收好来 可以拿高一点 然后这杯来说呢 可能它的它倒的时候它的冰箱 就是它的钢杯拿了有点歪 所以它跑了一点 然后它也是不太够满 所以可能可以加给它满 然后最后一杯来说呢 其实刚才我看到它做的过程里面 是蛮美的 指甲它过路来点出来 它新装跑 对 这样子 我们要点击啊 就 for我 因为customer喝咖啡也是他们这样喝 所以 maybe你们的杯可以敲那个 所以我一直在敲你们的位置 跟着你们的杯 接下来这杯 maybe你有点紧张 对 对对对 或者你尝试放松一点 好 可以拉得更好 OK 接下来这杯也是一样哦 其实是蛮美的过程 就是你的半杯跟不上 然后漏了一点 所以到智商是这样 OK 那谢谢我们两位instructor今天的指导 那我们今天的拜托的师傅就到此结束啦 也见 拜拜 那我们的拉花比赛就已经结束啦 经过刚才两位instructor的点评呢 我们的胜出者先而易见就是我们最左手边的Yuki啦 谢谢 恭喜 诶 让我赢哦 听说好像是有一个规则就是输的人 可以被惩罚 可是我可以想一个小惩罚给你们 对不对 鬼没他忘记了 对 好 早就已经想好如果我赢的话 我要给你们什么惩罚 那就是 你们要去问路人 随机问然后问他们 你要Coffee tea or me 哎哟 哎哟 好刺激吗 好吓死咯 你们就可以去随机挑一个路人问 OK 这是你们的策法 加油Gula 我们会被打啦 会啊 好 现在我们就要去找陌生人 然后敬请他们的惩罚 他们就要问Coffee tea or me 紧张吗 紧张啦 谁不紧张哦 好现在我们就随机去挑一个陌生人来问 走吧 没有爆炎吗 还是有点烟 就是我们在做一个情谈 就是我们在 然后 you want coffee tea or me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给你来个咖啡就好 哦可以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打扰你这个事件啊 换你了换你了 哈哈哈 然后现在家已经完成他的惩罚了 现在是到我们的Gent 救命 哈哈哈 加油啦你 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刚才我们在做一个比赛 然后现在是有一个惩罚环节 然后我想要问你 你玩Coffee tea or me 啊 Coffee 哈哈哈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好谢谢谢谢 恭喜 恭喜 我们已经完成了他惩罚 好好好 什么感想 呃 不尴尬啦 还好啦还好啦 我们把幸福送出去好吗 我们把幸福送出去 我们把幸福送出去 一定要很稳 然后也不可以紧张 然后整个人一定要放轻松 不然的话也拉出来咖啡拉的话 一定会很臭 嗯 首先我是觉得跟想象中不一样啦 因为 每次看人家拉就好像很容易 对 就我们instructor随便拉就很好看啊 但是 他们拉的话就要看起来好像很容易 这样就这样推推推 这样子就已经有个形状出来 可是我觉得 要一个爱心做一个爱心就已经有难度了 就那个气泡啊 要拿捏好啊 然后就是 拿着手道很灵活 才可以泡出一个好咖啡 真的不容易啊 对的 嗯 然后现在疫情关系嘛 其实整个过程中 对 都是戴着口罩的 所以就不能直接的闻到咖啡的香味 一个section其实是 我们可以去修咖啡的味道啦 就是去 品尝不同咖啡的味道去修这样子 可是因为SOP就 蛮可惜的 这个section不能work 对 就蛮可惜 就是 感觉就是还蛮开心的 今天就一整天下来就学到很多新东西 那嘉宜还要补充一些东西吗 总之我觉得 那整个过程就是会很慌张 可是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啦 那我们今天拜托了师傅就到这里结束啦 拜拜 我们下期见